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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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不急嘛 特别是李世锋越杀越起劲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位河南五乡出身的小伙子 此时已开始展示出 他未来问点全英赛冠军的硬实力 方方比分开始在这三分差距 突现僵持 这是最后时刻 李子佳 还是过于相信自己对弱点的判断 这样的失误 让他直接丢了第一局 进入第二局 经过陈教练的一番疏倒之后 李子佳 重新调整心情 上来就打出一波九比五的攻势 而李世锋这一次扣杀出界 让他优势继续扩大 这场比赛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也是厂家两位教练的PK 特别是进入间歇时 陈教练一番拆解演示 就让李子佳更加安心 洞悉对方的战术与策略 不断提醒自己场上的球员 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同时 不停给他们打气 紫着铁冬地 接着铁冬地 确保比赛竞技状态 也保持在最优的态势 分量 用五 tren 不是 漫储 最后 他不仅保住了这优势分岔 一直维持到局末 决定有期待 16 6 9 16 看见 十四五 9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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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十五 十五 最终21比11单回一局 进入最后决胜局 含蓄了第二局的李诗峰开始打理 特别是这一个运气滚网球 让李死家不停擦汗 又开始紧张了 而且还屡屡不小李诗峰的耐心防守 用着极其发张智空一击 他完美演绎了最精彩的一次扣杀球 正当他有点小得意的时候 场边的教练则是一脸紧张地提醒他 千万别松懈大意 果然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李诗峰连得三分 11比4 获得了整整七分优势进入间谐 不过利用这次休息时间 经验丰富的陈教练 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不停输倒李子佳的比赛压力 同时也给到很好的战术策略 拿出足够的耐心 不能贸然去拼 就这样子 还一点点缩小了双方的比分差 快点多了 还要止疼 2 and 12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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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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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比赛的跌宕起伏,让人大呼过瘾 李子佳,这次后场球出镜,让李世锋斡旋相线 最后,李世锋斡旋相线 太想看到对方的出镜球了,没想到,反而丢了最后反击机会 只是可惜了,这次瑞士之战,没有他陪伴的他 还能继续赢下新进全英赛,冠军李世锋 大家忍不住打出一个巨大的问号 但不得出说,这场比赛的胜利离不开他背后的成交列 李子佳能如此奇迹般,实现神奇逆转